第六題它給你一個函數 Y的語音鍵 2倍sine x L 加2倍sine x S 然後叫你求最大指跟最小指 然後 它是一個三角函數的 對 它就是這個函數 然後 我們用那個儀式像當主題 然後直接把平方換掉 因為你如果把這個 如果是換這個的話 你不知道換掉沒有換什麼東西 它可能換起一個根號 反而變比較熟 比較難換 那所以你就把平方換掉 那你知道sine 平方加 cos 平方等於1 那所以就可以把這個換掉換成這樣子 然後化解出來就會變成 兩倍cosine x 加兩倍cosine x 減一 那它會在你求最大指這小指 那你就直接把配方配出來 然後我們會知道配完會得到這個環境 是兩倍的cosine x 4 加2分之1平方接2分之3 然後cosine x 又天稱小一等於1 就大於可以負義 所以你知道如果cosine x 等於0 會有最大指 會有最大指 f 等於3 然後最小指 就cosine x 等於0 有f 等於0 有f 等於0 有f 等於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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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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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